做到這麼遠,它還這麼有魚味 這個是很厲害的 這個是魚蛋以外,其中我最喜歡最喜歡的 長髮名物,一點點彈口,滿滿的骨膠原 你一定要試試這個雙倍豬油的拌麵 會是你吃一碗,你會記一輩子的味道 各位大家好 今天又來到我自己最喜歡的一間大排檔 因為收到消息,它就快會被遷冊 就是身後這間長髮名家 我自己聽到都打過凸,為何會這樣 趁還有時間,再跟大家重溫一下 為何我這麼喜歡吃 先喝一杯 出發 各位,現在的時間是上午11點,大約是一個字 你看身口 已經坐滿了 還有一些排隊的看不到,大家在那裡排隊 老闆就是講這些老顧客 你看,這樣動著拐槍都在這裡 要堅持來吃 你看食物的魔力多厲害 事不宜遲,馬上點東西吃 照舊 都是那幾樣神級美食 我相信在深水埗或者石劫尾這一頭的街坊 很多都會光顧過長髮 我是區外人 但是我第一次來這裡吃 那時候已經很大衝擊了 我有一間這麼明顯眼 好像就塌就塌的鐵皮大排檔 怎麼會出品水準這麼高呢 我試完第一次之後 我認定了這裡 已經在我的名單裡 即食物的名單裡 去到很高很高的位置 有人跟我說 長髮快不做了 又要交牌給政府 雖然忙到抽筋 但無論如何都要來 對長髮這裡 是我們叫做最後的致敬 SALUT 今天來拆單一大餐 謝謝 謝謝 長髮兩大名物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的就是 它的魚蛋 在這麼多間不同的魚蛋粉的店 這個魚漿是做得最稀的 最軟 做到這麼軟 它還這麼有魚味 這個是很厲害 是真的軟滑 有點像我們佛蘭西的Mousse 但味道上 是軟軟性過我們的佛蘭西菜 用那些外國魚來做的 魚慕士那種的質感 如果你看到魚片 切口很乾滑的 一點洞都沒有 那些就算了吧 這個又是適當地 有很多小孔在那裡分布著的 表明這些不是用很多粉 放進去 又是軟奶奶的 那些魚味 是濃而乾淨的 哇 魚片真厲害 那些魚味濃到不得之了 這個就是 剛剛送走的 我來告訴你 哇 哪有魚漿做到這麼完美的 魚蛋在口裡 溫柔到 咬開了之後 那些味道會散到你整個口腔都是 這個是不是那些門鱔來的 門鱔骨 看見是門鱔骨 門鱔的肉 用來打魚蛋 這些骨就用來煲湯 全部都是手作功夫 條條魚骨都要洗過 哇 你看多乾淨 哇 你看這些雞骨 豬骨 魚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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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至大腿的豬筒骨 就太肥 煲了裡面的桶油 那些桶油出來 就整個湯都肥了 這個就對了 煲湯都這麼講究 這麼多種骨 煲在一起 都不要冷落了 是另一名物 這個墨煙 你看它的外形 就知道它一定不是拿貨回來的 現在現存在香港 你去雲吞麵 魚蛋 粉泡 有多少是真真正正的自己做墨魚丸 有蔥 有芹菜 有些冬菜 你吃到很濃濃的手作墨魚丸的味道 沒有那些人工修飾 你一咬下去就是 很粗亢 很直接 粗步地打爛那些墨魚 用墨魚漿 混合一些芹菜 混合一些冬菜 就成就了一粒 這樣的墨魚丸 真的沒得到 你說是否200分那麼好吃 那就未必 但是你吃到那種400分的誠意 一些商業味道都沒有的 墨魚丸 讓我一聲地吃光 然後迎接我自己最喜歡的主角出場 美麗的豬手撈麵 又到了 我自己有個指令動作 撈麵最重要是夠油 如果我覺得它不夠油 你知道我是辣怪 我就在這裡 淋點油 這個辣椒油真的好味道爆炸 真的不是開玩笑 大家看看它的材料 是這麼豐富的 那些材料頭 即是乾蔥、蒜蓉、辣椒 不會爆到它全乾了 你吃下去 有點像濕料的感覺 這個就是最棒最棒的辣椒油 這個狀態 先試麵 摸頂 再加少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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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質都是一模一樣 真的沒有一滴 這個是魚蛋以外 其中我最喜歡最喜歡的 唱法名物 你看看 它是過軟 保持有少許咬口之餘 它是非常入味 少許蛋口 滿滿的骨膠圓 太好吃 試個豬油拌麵 師傅 這個豬油拌麵 我叫師傅 給了這個雙倍豬油 大家看看 那個豬油 在碗底還會滲出來 它的精髓當然是 它要夠豬油才行 今早來到 看到師傅 剛剛炸好的豬油 是新鮮的 香到不得之嫩 豬油拌麵 它自己調校過 都有點甜 我很怕甜 所以我雙倍豬油 一半的豬油 然後自己加點鹹豬油 再加辣椒油 就成就了一碟 超重口味的Ricky拌麵 豬油說不健康 已經在大約兩三年前 已經是被平反的了 有很多醫學研究報告 都說豬油其實是非常健康的一種食油 還比你吃這個人造牛油 馬芝林更要健康一點 這個雙倍豬油的拌麵 真的會吃到你的人靜一靜 心裡靜下來 去享受那種神級的味道 之後 你就喝一杯 你喝什麼都可以 清洗了你口腔第一口 豬油拌麵的那種味道 然後你再吃第二口 就好像第一口 那麼衝擊你心靈 強烈建議大家 膽固醇偏低的朋友 又或者心血管很強的朋友 你一定要嘗嘗這個雙倍豬油的拌麵 會是你吃一碗 你會記一輩子的味道 和那種開心的 有時候要嘗嘗到一口滿了 那種雙倍的滿足感 很開心的 大家看看 一個我認為合格的豬油拌麵 應該是你吃完的麵 碗底仍然有豬油在 就像這碗一樣 我們也不要妨礙老闆做生意 趕快把這瓶啤酒拌勻 老闆 師傅 拜拜 我們江湖再見 是街坊嗎 是街坊 吃了很多年 待會不做 那就很慘 沒有了 超好吃 香港仔過來 香港仔過來嗎 是啊 八小時過來試一次 這些不吃就沒有了 夠不夠 東西都吃完了 飽飽 今次我是懷著一個 感恩的心來到 你知道 長髮幾兄弟 同心合力 揹著長髮這個名字 堅持了很多年 他剛才跟我說的感慨 因為拆遷這個消息一出 很多朋友 蜂擁地來 變成他們忙到忙到忙不來 一下子 兩、三倍的人 湧過來 他有一點錯失 或者閃失 希望大家原諒 他仍然堅持著 希望做到最好 令到大家覺得 長髮就是他們的努力 就是他們的品牌 我相信 長髮做到完美 就不做了 我相信一定會在 另一個地方重生 如果我知道消息 我會向大家報道 如果大家知道消息給我做的 又告訴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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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番組はオレンジ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